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的来说,第五集没有第四集看起来完整好看,日本线进展略显玄幻,不过依然值得期待后续发展。 至于德妹,已经是标准的摩拳擦掌,打算大干一票了,拆解一下剧情,本集一共是三条线索,第一条依然是从集体暴走血系晚宴之后十多天开始,伯纳德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表情,整体场面确实伤亡严重,本来高层寄希望于重启接待员,好歹挽回一下损失,结果发现,他们都回到了出场设置。 保安小姐姐在湖边有个很美的侧眼,本具颜值巅峰镜头,不过小姐姐主要任务是,湖边捞失,嗯,小姐姐,和神专业捞失对,需要了解一下吗? 此处出现了中犬男友泰迪的尸体,回头演到还活蹦乱跳和德妹返乡的她,让人有一点哀伤,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让这样的青年有了这样的结局。 原因在德妹现交代了,德妹本集成了铁血领袖,打算搞一辆火车去搭救亲爹,人和人工智能之间,战火眼看,愈演愈烈。 战争升级之前,德妹提出和泰迪叙旧,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看看当年一起放过牛的地方泰迪提出私奔,离开这个复杂的世界,按她的想法,是打算奔着远方的狮和田野,去了。 然后德妹意味深长地讲道,过去亲爹,给牛至蓝蛇病了经历,问泰迪,如果发现一种严重的传染病,并不是牛之间传染,而是通过苍蝇传播病毒,要怎么办? 泰迪回答,隔离。 所以,在西部世界想追悼心仪的妹子,B考科目看来是,科学养牛,接着德妹点评了这个答案,当年亲爹选择的方法是格杀物论,一把火把所有生病的感染的牛都烧死了,农场妞可不只会画画,也是从小看生老病死长大的,原本就有杀法果决的潜质啊。 看德妹这个一言难尽的表情,感觉这对情侣已经奔着分手去了,之后俩人真情流露,再然后有一场传戏,传戏图就不放了吧,本以为俩人要携手踏上飞快的火车,为营救德妹她爹大干一票,最后泰迪可能是为了营救老丈人或者保护妹子英勇牺牲,结果,意料之爱情理之中的是,德妹所谓的,我对你的感觉是真的。 指的是看清了泰迪性格上的软弱,四处德妹表情非常棒,从看起来心有不舍到坚定的处置男朋友,表情变化细微生动,真的不愧是西部世界门面担当。 最后就是,德妹下手重置了泰迪,我们要去的世界,容不下你这样的男人。 本集最扎心的台词,应该就是这句了,妹咋,下手真重啊,其实这俩人在德妹抱走之后,逐渐就变得不太像一路人了,看这两位,就像围观了一场注定要分手的初恋。 只是没想到,居然是这样凶残的结局,目前德妹的性格,看起来和威廉反而是更合适的吧。 但是现在俩人,外表看起来已经差着被分了。 德妹队伍里最亲密的,战友大概是招待袁小姐姐,性格强悍战斗力强。 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三条线索,日本线,如果说德妹线让人有点感伤,有点意外还在情理之中, 美孚小分队误入的日本线,就非常放飞自我了,美孚一行被浪克俘虏,冷兵器时代有枪不如手快,这是个比西部世界更复杂的故事线,适合狡猾的杀戮狂,四处都是,内脏,编剧小哥已经在长时间刺激下,让内心的恐惧平静下来了,靠着毒蛇缓解压力。 由此,汉被组合意外发现,遇到了平行空间的自己,蛇女VS龙女,原因吗?编剧偷懒照搬了点故事线,当然也不是每个人工智能都喜欢遇到自己在另一个世界不同长相的分身, 梅芙大姐的情人分分钟像化身小包皮干掉自己的分身,被梅芙迪斯尼有病吧,然后就,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所以,梅芙也遇到了平行空间,和自己很像的西夫人,一级班主,很快梅芙大姐就靠着自己高超的业务技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融入了浪人家一级的群体,还摆出了一个自由引导人民的手势, 梅芙大姐另一个业务技能是,会好几十种外语,西夫人和手下头牌五基因感情很好,有点像姐妹母女,为了保护她,不惜和将军作对,结果将军派了忍者把鹰抢走, 这时梅芙的神奇技能觉醒,这个技能就是,魔鹰灌耳,操纵意识,这个技能的触发机制是,被勒住脖子,发了个白眼就,可以控制意识,接着优雅结束战斗了,起初技能还不稳定,被将军破解, 于是将军要求西夫人和鹰双人五,将军此时,已经皮肤也流失,有点疯狂,所以将军杀了不少人,包括工作人员,都死下胸残开膛破肚,编剧角色在这一集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毒舌特长,是这样评价的,我们已经完全脱轨,开车的还是个疯子,将军是个,狂热的追星族,结果就在双人表演之前,一刀捅死了鹰, 之前还给鹰纹了个鹰花树纹身,鹰妹子基本是真人权势了,什么叫红颜薄命,西夫人是鹰维加人,于是一怒之下跳舞当中也捅死了将军,场面有点凶残,被血喷了一脸,并不是吐血,或者吸血,凶戏是发簪,就在两个大姐大分分中要被砍死的时候,梅芙的技能再次激发,直接让在场的人护砍,梅芙大姐作为双女主持人, 一,技能被编剧加得有点犯规哈,居然还有了女巫技能,这简直开挂好吗,主角光环,也是非常强大了,之前编剧小哥总觉得,他们活下来的可能太小了,现在看,这真的是多虑了,将军之前立了个flag说,今晚的庆典, 必将令人终生难忘,将军已赢了,如果说全力的游戏,有婚礼就会大规模死人,到了西部世界,大概是有庆典就难免有人挂,目前看,梅芙一行还要在日本县待上一段时间,她的开挂是不是还有阴谋? 上不得而知,编剧小哥借着尿盾偷拿了一支对讲机,之后这个梗会不会炸起来可以期待一下,梅芙的女儿,基本始终出现在回忆里,按照剧情进展的速度,如果女儿之后要上线,可能,需要换个演员了吧? 最后说一下本集的小草典和调剧,草典的方面,诺兰编剧啊,你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是不是多少还有一点误会,比如西夫人的大舞,还有乔装打扮的着装风格,长得很突兀的雕塑,倒是也不算大问题,很多小伙伴表示,在坚持几季没准能有中国题材,至于轻松气氛调剧血型杀戮,主要靠的是毒蛇编剧和倒霉剧, 攻两人组,刚刚还觉得冷兵器没有胜算,美斧小分队就被套锁拴住了,编剧小哥直接发射嘴炮攻击,即攻两人组吗?敌人来了一秒被吓瘫的是他们,乔装改办是能当车夫拉车的也是他们,这三个倒霉的娃,在将军的庆典上,起出全城面瘫,尤其是后面的金发小哥,后来西夫人杀了将军的时候,他们全面展示了什么叫,三脸 猛逼,当然,很适合当表情包的,还有当时的梅芙,不过他很快镇顶下来,女主光环上升了,之后,梅芙要怎么制霸日本县,德妹怎么营救老爹,伯纳德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期待下一集咯,每周和你一起聊西部世界最新更新,欢迎关注土匪陆剧。